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第十三号公告 当前在整个佛教界位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很多不同派别的佛教人士都发出咨询 其中特别面临及时公告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圣德上师 是否非要具有七师实证的证书 第三是多解枪佛有没有这个定论说法 其实这不是一个定论说法问题 而是一个非常严肃 铁定的原则问题 因为他牵涉到是不是对众生负责 是不是让邪师骗子残害修行人的大事因缘 当今社会上很多人都自称是圣者 是佛菩萨再来人 以示遍布世界各地 到底谁是真谁是假的呢 如果是一个严守戒律对众生负责 不忘于真心修行 无私利他的丧师 这个七师实证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高兴赞叹的事情 因为真正的大圣德真正的圣德都是真经嘛 自然是不怕火炼的 更何况是为行人们鉴别真假圣量之师 不说是圣德 凡牵涉到师资级别和灌顶 只要是无私心的丧师一定是透明化的 让弟子们清楚了解 而不能让弟子只听空洞的传承 空洞的大法拥有者 实质而让弟子处在寒魂疑惑当中 不要说是丧师要印证 乃至于授戒都要三十七正 这是为了防止甲接纳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佛教 佛法对众生负责的严肃性 佛法的圣洁不可电入性 因此 所有的佛弟子都必须清楚明白 七师实证是对十方诸佛菩萨 对护法 对丧师 对众生 对弟子负责的法规 是罪益于弟子鉴别真正的圣德 大德 善知识 如果说出不用七师实证 首先说出这句话已经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个以利益众生为己任 真正符合上师资格 而不是冒称的为假上师 难道不应该给修行者 给弟子一个公正的交代吗 还怕七师实证的印证吗 比如 现在有不少仁波前 有的称自己是欧弥陀佛转世 有的称自己是观音菩萨再来 而且还有相应的认证书 既然是欧弥陀佛或观音菩萨再来 那就应该有相应于欧弥陀佛或观音菩萨的功夫本事 而不是口头上说一些假话就能代表佛菩萨的 那么七师实证就是检验真正的级别等位的功夫本事的证明 又比如 现在到处都是口口声声 拥有无上大圆满化红光 要明白 如果连灼火钉都没有修起实相 体温都升不高 这能有灼火为基础的化红光吗 正因为如此 有很多修红身法的人 不但化不了红身 而且病死了 而反过来简单的说 真正的佛菩萨为了利益众生 还怕什么七师实证检验自己吗 所以大家要非常清楚 七师实证这一法规是必须的 是佛陀的道理掌控 魔妖无法对应的 骗子更是无能为力 当然对于大德或善知识 因为他们不属于圣意或内密性的上师 那是可以不要七师实证的证书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成圣者 或者其中谁有圣者 但是自己并没有以圣者自居 也是不要七师实证的 但为了让众生无疑虑的修学佛法 如弱势圣者 就应该争取获得七师实证的考核 拿到证书 目的在于利益行人 尤其最近第三十多节枪佛办公室 不断收到大圣德 圣德大德们和行人们的来信询问 现世中社会上出现了有许多诈骗的人士 他们以仁波前尊责法王的身份 冒称大菩萨 乱讲错讲编造佛法开示 向行人们收取供养行诈骗 因此这就是末法时期的乱象之一 打着佛菩萨的旗号 借用传承法脉的邪师到处都是 佛陀们早已知晓 如果没有七师实证以防乱邪充正 那还得料受害的将是善良的修行人 为此第三十多节枪佛办公室 特将解脱大手印中 见佛见法纵师的一段礼法 以简单略述如后 提供行人们见识 解脱大手印律定 凡具上瘸道师之 中地道师之 硕士道师之 这三个级别共分六类的师之 或语具圣正量之大圣德 必须持有七师实证的证书 这些上师在身座给弟子灌顶或开始之前 必须将证书悬挂在法台正前方 无论是什么场合 什么形式的法台 就类似于出家人礼佛 必须批一搭据十一的道理 自己先礼佛 词念礼佛咒 四拜证书 然后才能登台入座 弟子在接受上师传法或文法之前 必须先礼佛再拜证书 并必须亲自尽诵一遍证书 以了解该卦台证书是否为七师实证 此上师是何等级别 属于上学道还是中地道或硕士道 哪一个级别 或者是大圣德圣德 如果某位上师以圣者自居 但又没有悬挂证书 或找种种借口为自己挂证书辩解 说明这称圣之师是假货 根本没有七师实证的证书 则此上师无疑是要挟之徒 根据解脱大手印顶圣及密经铁定 凡为圣德之师身作做一切佛事 不挂证书是入佛漫法之二行 弟子依子跟从则同等黑夜 弟子必须立即离开 不可医学 若为大德善知识上师 因没有此类证书 则不需悬挂 这是合法的 无论是何中何派的上师 都必须遵守解脱大手印 这一铁定法规不可更改 其实这法规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防止邪师骗子 打着佛法的旗号来欺骗众生 让弟子明确了解 以安心修行学佛 总之一句 这是对众生好的利益大家的 我们就应该做 不好的对大家不利的 我们就不去做 第三是杜吉强佛办公室 2010年6月18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